我给公婆买彩票 不小心输错了两个号码 公婆说我是扫把星 耽误全家发大财 老公也推我下楼 摔断了腿 可第二天开奖 我买错的那张彩票 居然中了千万大奖 老公和公婆领了巨额奖金 对我却毫无内疚 他们将残疾的我 扔进地下室 自生自灭 谁知道第二天 恐怖的冰寒末世来了 连续三个月 全球冰封 我被冻死在地下室 一睁眼 我重生到了买彩票时 这一事 我要围着火炉吃烧烤 看他们一点一点室温冻死 美女 不好意思 您这张彩票号码 我打错了一个数字 彩票店里 老板歉意地对我说 我握着手中的彩票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置信的寒战 老板接着说 您要的这组号码 我把顺序输错了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自己的双臂 明明是炎夜夏日 我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 那是前世 刻在骨子里的伤痛 我不敢相信 我居然重生了 家族群里 公公婆婆还有我的老公 在不停地发信息 催促我买彩票 公公很不难烦赔钱货 连个孙子都生不出来 赶紧把彩票买回来 别耽误我中大奖 老公的语气更是刻薄黄脸婆 出门这么久 不会是在外面鬼混吧 婆婆也在责骂没用的东西 回来时别忘了买菜 想饿死我们 看着家族群 我心中生起一股怒火 公婆一家都是彩民 喜欢买彩票 天天幻想着中奖报复 上辈子 他们给了我一组号码 让我出门买彩票 我转发给彩票店老板 但老板不小心输错了几个数 为了节省几块钱 我没有重达彩票 而是将错就错 拿着输错的彩票回家了 没想到 公公见我买错了彩票 当场发飙 骂我是赔钱货 阻断了他们发大财的机会 老公也说我会气 把我打得头破血流 我怕被他们打死 躲到外面的楼梯间 婆婆却把我推下楼梯 让我摔断了腿 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公布中奖号码 我误打误撞买错的那张彩票 居然中了两千万大奖 公佛一家高兴坏了 马不停蹄去领了大奖 可他们领了大奖 全家报复后 对打残我这件事 丝毫没有愧疚 他们不但没有愧疚 反而因为我双腿断了 还花钱给我治病 把我扔到了小区的地下室里 自生自灭 他们每天像被狗一样 给我扔一碗生饭 我本想等伤好之后就离婚 但没想到 世界末日来了 全球气温迅速降低 短短几天内 就从三十多度 降到十几度 零度 甚至零下三十度 全球都像被冷冻一样 进入了冰雪世界 他们不再给我送饭 我在地下室里 忍着寒冷和饥饿 最终惨死 然而 或许是老天看我太可怜 我居然重生了 此刻 距离全球冰封的末世 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我心中升起一团火焰 这一次 我一定要复仇 我一定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我对彩票店老板说 大哥 打错了没关系 错的我也要 我再给您钱 您再帮我出一张正确的号码 正确的彩票 给公婆一架 错的那张会中大奖 是属于我的 很快 彩票打好了 我拿着两张彩票 按照以前的习惯 顺便去菜市场买了菜 给那家恶人做饭 但这次 我没有买那些 可以存放很久的食物 而是专门挑选了最便宜的 最容易腐烂的东西 毕竟 他们也吃不了几天了 回到家 公公在书房 研究着下一期的彩票号码 老公在沙发上玩手机 跟别的女人聊天 婆婆正忙着摆弄 她的金银首饰 她总觉得 钱会贬值 这些首饰才是最靠谱的 她的退休金 都用来购买这些玩意儿了 但她并不知道 等到末世来临 只有食物才是最宝贵的 我进屋后 婆婆赶紧放下她的吊坠 手忙脚乱的收起来 生怕我会抢样 她嫌弃的说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是不是真出去鬼混啊 老公一听这话 立刻抬起脚踹了我一下 幕后道 你敢鬼混 我就懵死你 我忍得痛站起来 把彩票递给公公公公 你要的彩票打好了 公公看了一面彩票 核对了一下号码 发现是她之前 发给我的正确的号码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赔钱货 你也就这点用处了 然后她转身 继续研究她的彩票 婆婆看到 我买的菜 很多都是不怎么新鲜的果蔬 放不了几天 她又骂我笨死了 你买这些烂菜叶干什么 为什么不买新鲜的 才买这么点 够谁吃呀 我小声解释 今天菜场打折 这些菜很便宜 有一半都是送的 婆婆一听 总算满意了 她把菜扔到我身上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做饭呀 我心中恨不得在饭里下点毒 让他们一命呜呼 但我必须忍住 因为一死了只 算是便宜他们了 这种恶人 只有慢慢折磨 才能让他们刻苦铭心 第二天 果不其然 我藏的彩票中了大奖 整整万 而公公那张彩票 没有中奖 她气得在家里摔打 横挑鼻子竖挑眼 说肯定是沾染了我的晦气 导致他们没有中奖 我没有多说什么 趁出门买菜的功夫 直接去了彩票中心 我戴着眼镜口罩和帽子 把万奖金领了出来 我当场捐了万 存款万 取线万 派银行起疑心 取线的钱 万换成了银行的金条 剩下的万 我必须尽快打造一间 漠视安全屋 用作避难所 因为距离大冰雪的到来 只剩五天时间了 据说 这一颗行星路过太阳系 会挡在太阳和地球之间 行星会阻断地阳之间的光热传导 造成地球极寒天气 引发全球冰封现象 这种现象 起码会持续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 会让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灭绝 而我 必须想办法 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 安全屋的地点 我选择上辈子被冻死的地下室 但是一个半白地下室 三舍两厅的套间 是我们当初买房时 低价赠送的 我原本打算改后租出去 结果这几年 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房子一直空置着 就因为这套半地下室 我为一家才把我赔钱货的 不过很快 我会让他们知道 到底谁赔钱 地下室将近平的面积 如果利用好 足够我生产生存 我联系了一家安保材料装修公司 告诉他们我要做生意 需要把地下室打造成一个 既防潮防水 也可以隔温横温的仓库 而且所有的材料 必须是顶级的 要防火防盗 防弹防炸 还要有全新的通风取暖系统 装修公司的经理觉得很奇怪 说需要时间调集资源 但当我把万现金 甩到他们面前时 他眼睛都直了 经理说姐姐 你有钱你早说吗 别说弄一个顶级工业温室了 你就是想打造一个太空房 都没问题 我非常满意 先打了万定金过去 我做生意着急用 如果你们在保密的前提下 能提前完工 我不仅会付万为款 并且你每提前一天 我就多打万过去 姐 没问题 你就是要心醒 我也得你摘下来 老板看到这么多钱 早钻进前眼里了 恨不得把全公司都叫上来施工 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更好的房子 比如别墅 或者顶楼 但前世 我是在这套房子里死掉的 我心里有个执念 这一次 我一定要在这套房子里活过来 好好地活着 我要看着那帮人死有余辜 得到报应 金钱的力量 确实是无敌的 在超能力的驱动下 原本需要三天才能完成的装修工作 居然在两天内 就顺利完工了 我看着这间固如堡垒的房子 心里十分感慨 里面有好几台空调冰箱火炉和通风系统 甚至还有十几台金银发电机 我对此非常满意 我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尾款和奖励 安排完安保公司的施工后 我去了趟批发市场 因为要购买大量物资和食物 去超市肯定会引起注意 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百货批发商 告诉他 我要在小区里开一家食品超市 需要囤积大量物资 主要是食品 我给了他三天的备货时间 并同样承诺 如果能提前完成 每提前一天讲另外 老板看到我这么慷慨 非常高兴 全权做我的代理人 帮我订购了所有物资 不出两天 他就把所有物资准备好了 并在深夜直接送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平时几乎没有人 所以没有人发现 批发商离开后 我非常满意的清点了所订购的东西 一样都不少 因为这只大单 老板还多送了不少好东西 我数了数 有上百斤的米面粮油 几百斤的蔬菜 几百斤的肉类 包括牛羊肉鸡肉 鸭肉和鱼肉 房间里有冰箱 末时冰封来临 完全不用担心冷冻问题 考虑到冰封后的取暖问题 除了发电机 我还买了很多燃气罐 以及柔软舒适的棉被和纺织品 我还为自己准备了十几套 太空级别的防护服和羽绒服 能抵抗零下度的严寒 冰雪世界 不用担心取水问题 但我还是储备了半屋子的纯净水 以及水源净化器 除此之外 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 和自热米饭火锅 冬天越是冷 吃热的食物越好 我还买了很多零食 如鸡爪丫爪蛋糕 巧克力和甜点 要在保温屋里待一个多月 一时住行都解决了还不够 我还为自己 囤了好几项卫生巾 打发时间的玩具 游戏机 我还去商场 买了一些高档化妆品 和漂亮的首饰衣服 即使在冰封期间 我也要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这些都解决了之后 我还去了趟药店 为自己准备了各种常规药品 因为末世结束后 很多人都会受伤 没有被冻死的 也会被冻伤 都需要大量的药品 到时候可以帮助别人 我准备的物资 别说三个月 就是一年半载住吃不完 我一边偷偷打造自己的安全屋 一边应付公婆一家人 第三天 气温突然从三十多度 降到了十几度 夏天变成秋天 大家起初不在意 但到了第四天 白天突然变暗 气温居然降到接近零度 天空还下起了小雪 简直六月飞雪 空手而归 或者只买一些 最便宜的咸菜馒头 而且量非常少 只够他们吃一顿 老公和公公婆婆都非常不满 婆婆说你就是喂猪 也不能喂这么点啊 你想饿死我们吗 我非常委屈的说 现在气温突然下降 物价上涨得厉害 现在买颗白菜 都已经涨到快钱了 快钱购买好几张彩票了 要是都买了菜 多亏呀 公公一听很高兴 说对对对 买颗白菜吃了就没了 但是买个彩票 万一能翻身重大奖呢 公公又给我转了块钱 说明天多给我买几张彩票 我欣然接受了 婆婆和老公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拿出 我以前囤积的粮食 吃着咸菜 喝着西粥 我以前是个囤积狂 喜欢精打细算 家里的冰箱总是满满当当 但现在我故意不买新食物 他们只能消耗存粮 果不其然 两天过后 原本满满当当的冰箱 就空了一半 冰箱的食物消耗容易 补充却变了一场困难 第四天 雪停了 气温却降到了零下十几度 尤其夜里 下了一场暴雨 第二天 雨水结冰了整个城市 街道路面 小区外墙都被冰封住了 人们恐慌 因为交通停滞后 所有的物资都出现了短缺 到了第五天 气温接近零下30度 物价飙升了倍 食物饮水和衣物等 关键物资的价格 甚至上涨了倍 社区提前启动供暖 但暖气费用高昂 家里的存款远远不够 以前只需几千块 现在却要好几万 不供暖 就等着被冻死吧 家里的存款都是定期 暂时取不出来 老公和公公把目光盯向了婆婆 无奈之下 婆婆只好卖掉所有的首饰 去交了暖气费 她心疼死了 然而 气温降低后的大头支出 还有很多 社区虽然提前供暖 但随着物价的飞涨 连蜡烛都从毛钱涨到了一根 蔬菜水果米面粮油的价格 也高得离谱 到了第六天 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 由于气温过低 一些地方的管道和线路被动坏 出现了停电现象 小区通知说 晚上点后 电梯将停运 以后 所有人都得爬楼梯 而婆家住在层的顶楼 这简直是个噩梦 就在这时 家门被敲响了 是隔壁的美女邻居小雅 她和我老公从小一起长大 两人算是青梅竹马 小雅一直想找个有钱人 所以前几年 并没有和我老公在一起 后来她的富商哪有破产啊 她才想起了我老公 这两年来 一直对她眉来眼去 我老公也非常照顾她 有什么好东西 都会先紧着她 她看到我后 非常热情地打招呼嫂子 你好啊 我皮笑若不笑地 回应小雅 你来有什么事吗 小雅倒也直接嫂子 我家里好冷啊 但我连暖气肺都交不上 我爸妈年龄大了 也没积蓄 能不能在你家借点吃的 老公是个见色忘义的人 一见到小雅就毫无原则 她平时不进厨房 根本不知道冰箱的情况 还以为和以前一样 是物资满当的时候呢 她毫不犹豫地 拿出米和面 还有两颗白菜要给小雅 我婆在旁边心疼得直眨眼 示意她别这么做 但我老公根本不听劝 公婆劝不了她 就转而瞪我 意思是让我来劝劝 我假惺惺地说 老公啊 现在物价长得厉害 咱们也得省一点用 我故意对小雅说 小雅 你家里没粮食 你就少吃点 就当是减肥了 小雅一听 显得很委屈哥哥 嫂子 对不起 我知道你们嫌弃我 我老公立刻很心疼 她骂我臭婆娘 别瞎说 这家我说了算 轮不到你管 她转头对小雅说 别管那个黄脸婆 你这么美 怎么能饿肚子呢 她又到了半壶油给她 小雅笑嘻嘻地走了 说谢谢你们 等我下月发了工资 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小雅走了之后 我老公又骂我臭婆娘 刚刚谁让你插嘴的 我多没面子 公公婆婆也换了副嘴脸 公公说 对呀 人家小雅多孝顺 为了爸妈才要东西的 哪像你 整天就知道气我们 婆婆接着说 看人家小雅身材多好 将来肯定能生儿子 哪像你 结婚两年了 连孩子都没有 我听了之后 寒心急了 我知道 我必须离开了 我对他们的最后一丝情分 早已经豪尽 我说怎么办 你把食物给了小雅 咱家马上就没吃的了 现在赚钱的唯一方式 就是去买彩票了 我又对公公说 公公 不然你再写几个彩票号码 咱们买彩票好不好 公公一听眼睛就亮了 他对自己写的彩票号码 非常有信心 他立即找出财神影响 公公静静的嗑了三个响头 他闭上眼睛 凭感觉写下了几串号码 我忍住笑 问那谁去买彩票呢 我故意说 老公 你出去买彩票吧 外面天太冷了 我们会冻坏的 我老公一听就怒了 你也知道能冻死人 你还敢让我出去 你是不是存心想气死我 公公婆婆也心疼的说 外面天这么冷 我儿子万一摔倒了怎么办 而媳妇 你现在年轻 是家里最没用的人 不是你去 还能是谁去 说着 我装作害怕的说 不行啊 外面太冷了 我穿上棉袄 大羽绒服再去吧 我会冷笑一声 现在一件羽绒服 万多块钱 你也配穿 动不死你就行了 然后砰的一声 我被推出了门 他们无情的把门关上了 而我终于长出一口气 戏 老娘演完了 我检查了一下 手机和背包 背包里有地下室的所有钥匙 我以前的卡 还有我早就准备好了 一些贴身用品 赶在电梯停电前 我下了电梯 只打负一层 我刚下电梯 电梯就断电了 这意味着以后 负一层更不会有人来 我又要是打开了我的保温屋 进去后 简直幸福极了 我提前通过手机 打开了新风设备和暖气设备 进屋后 一股暖风扑面而来 这种久违的温暖 让我想掉眼泪 我拖到泥子大衣 只穿絮 在屋里也完全不觉得冷 上辈子 我就是在这间房子里 黑灯瞎火 没有任何照明和取暖设备 孤苦伶仃地死去 我不明白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就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早 就因为我是他们口中的绝户 我结婚时 父母虽然已经去世 但他们给我留下了一套老婆小 我卖掉了老婆小 凑齐了嫁妆 才买下了这间半地下室 现在想想 我当初的选择真是明智 可婆家人实在太无耻了 他们觉得我爸妈不在了 没有兄弟依靠 所有的东西 包括我自己 都是他们的 但我是我自己 以后我也会做我自己 之前在婆家 我已经连续吃了几天的咸菜西粥 嘴里都快忘记了肉的味道 我立刻从冰箱里 拿出了真空包装的烤鸭 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 整个房间里 弥漫着烤鸭的香气 我狠狠地咬了一口鸭腿 肉味一上头 我全身洋溢着幸福 烤鸭肥而不腻 外香里嫩 非常酥软 酱香也非常完美 我啃掉了整条鸭腿 解了馋之后 我才慢慢地把烤鸭片成片 拿出卷饼和蘸酱 还有黄瓜和葱丝 在餐桌上 我优雅地吃着烤鸭 还给自己榨了一杯鲜果汁 当然 我还有下酒料 也就是我的电子榨菜 我的电子榨菜是楼的监控 离家之前 我早就在客厅安装了监控 公婆和老公的一切 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电梯停运后 物业在群里发了通知 依旧没有人心疼我 婆婆甚至幸灾乐祸地说 电梯停运得好 这样 那个赔钱货回来 就不能坐电梯了 老公也笑臭婆娘 只能一步一步爬上楼 累死她才好嘛 可到了天黑 我还没有回去 老公肚子饿得咕咕叫 抱怨着 怎么还不开晚饭 我不在家的时候 婆婆没有意识到我的价值 以后我不在家 做饭这件事 毫无疑问会落在她身上 很快 公公也催促死老太婆 儿媳不在 你还不去做饭 想饿死我面俩 婆婆本来不太情愿 因为她习惯了我伺候她 吃我做的饭 可现在 家里两个大男人 都在命令她 她只好去厨房了 结果他们不节制 三个人一顿饭 冰雪又空了得少 为此 他们还沾沾自喜 婆婆得意的说 冰箱里居然还有半块猪肘子 咱们快吃 满着点黑心儿媳 吃了之后 等她回来 就剩下几根骨头让她看 他们不知道 冰箱里剩下的 全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烂菜 而那块猪肘子 是家里最后的一块肉 他们把米面油 都借给了隔壁邻居 这块猪肘子 就是他们最后的晚餐了 吃完饭后 我还没有回来 公公终于想起了她的彩票 公公说 那个死儿媳 怎么还不回来 她该不会是中了彩票 想自己独吞吧 我觉得好笑 她还是有点脑子的 我确实中了彩票 可惜钱啊 早就存入了我的卡 老公还在低头玩手机 和隔壁的小雅热聊 被公公打断后 她非常不情愿 为了不让全家的彩票飞掉 她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接电话的时候 刚吃完半只烤鸭 感觉有点腻 于是我从冰箱里 拿出了火龙果菠萝香蕉猴桃 还有满满一大杯酸奶 给自己做了一个水果捞 美滋滋的品尝着 电话里 老公听到我吃东西的声音 顿时非常生气 他吃了我臭婆娘 你搞什么鬼 我们全家都在饿肚子 你居然还在外面偷吃 你在哪 吃的什么 我赶紧换了一种语气 用一种可怜兮兮的声音 回答老公 我现在正在外面的救助站 很干窝窝头 喝冰水呢 我快冻死了 老公惊讶地问你说什么 你在救助站 我继续编室啊 我出门的时候 遇到了风暴 我被疯了 回不去了 幸亏遇到一个救助物资点 这里有很多吃的 有蔬菜肉蛋奶救助站的人说 过两天许话了 他们就会开车送我回去 还会挨家互发物资 所以我不舍得吃 都给你们留着呢 老公开着敏提 公公婆婆也听到了我的话 他们高兴极了 公公婆婆欢呼雀略地说 有救了 就知道社区不会放弃我们 太好了 咱们不用省吃俭用了 有物资救助了 他们真天真 如果有救助站 物业怎么可能不告诉大家 而且他们都知道有救助站了 也没人想着出来找我 然后接回去 他们只想着坐吃山空 等着我把物资带回去 真是可悲又可怜 我简单的说老公 我手机快没电了 我要排队充电 先不说了 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关机了 整整三天三夜 小行星已经把阳光遮住了一半 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 到了晚上 我只敢开一会儿灯 我买了这光的隔音窗帘 就算我在这里开辟 唱歌跳舞 别人也不知道 但才不外露 还是要低调一点 这三天 我过得非常轻松 早上 我给自己做蛋糕 喝牛奶 中午 一边欣赏外面的冰封世界 一边吃热腾腾的火锅 牛肉卷 羊肉卷 夏华 黄猴 毛肚 晚上 我尽量节省用电 就吃刺身 三文鱼北极贝田虾海胆 还有鹅干 鱼子酱一日三餐 每天过得这么朴实无法 吃饭时 我会打开电脑 看以前屯的电影和电视剧 我跟着二次元的人物 一起感受喜怒哀乐 也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 当然 每天这么吃吃喝喝玩玩 我最爱看的节目 还是楼的公婆一家人 现在 小区为了节省电力 每家每户只有间隙性供电 仅仅过去了三天 家里就已经乱了套 原因很简单 公公婆婆和老公知道 我在救助站有吃有喝 而且过几天 就会给他们送来救助物资 之后 他们彻底放飞自我 铺张浪费 大吃特吃 很快 冰箱就见底了 家里只剩几根烂菜叶了 偏偏这个时候 隔壁的小雅又来借菜了 再借 全家真要喝戏给疯了 公公婆婆也不装了 直言说不能解 但小雅红着眼睛 又又甜又嗲的声音 弄我老公 好哥哥 咱们单独谈谈吧 只有甜饱肚子 我才能给你生儿子呀 这话 暗示的太明显了 老公一听就酥了 紧接着把小雅带到了卧室 我忍不住骂 真是个渣男 小雅走后 家里空空如也 已经彻底没有吃的东西了 这一家三口终于慌了 公婆在小区群里问 家里谁还有吃的 能不能行行好 可这个时候 有吃的也是第一时间保命 谁还会搭理他们呢 甚至有的人 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 这个时候 婆婆突然想起我来 那个死儿媳去哪了 她不是说就住站 有吃的有喝的吗 为什么还不给我们送来 公公也很生气 要不是她 我们能这么快 就把冰箱里的东西吃完吗 老公也很抓狂 慢慢咧咧打我的电话 可惜我还是关机 她看我的电话打不通 非常生气 扬起电话就要往地上摔 但最后她忍住了 毕竟摔坏了 连电话都没有了 她只能灰溜溜捡回来 我这个时候大发善心 主动开机 给他们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我老公几乎是秒接 他上来就骂见女人 你在哪呢 我们都快要饿死了 视频里的我 正在用特制烤炉 享受着美滋滋的烧烤时光 我的烧烤架上 有战斧牛排羊排 新鲜的大虾澳洲蓝龙 甚至还有皇帝谢我 特意调整了视频的位置 让老公和公公婆婆 都能看到这些美食 他们看到后 眼睛瞪得大大的 口水都决定了 老公狂叫着贱人 你在哪 你还吃得这么好 快让我看看那龙虾 我都快饿死了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 这么好的龙虾 零下50度的冰雪世界 围着火炉吃烧烤 是多么温暖幸福的事情啊 公公婆婆极度的发狂 我装作委屈的 说我一直在救助站呀 不信你们来找我呀 你们敢出门吗 说着 我就要挂断电话 他们都慌了 婆婆说别挂 别挂 我们都快饿死了 儿媳妇求求你了 给我们送点吃的吧 我说好啊 那你们三个来给我磕头吧 我可以考虑一下 给你们送点过去 一听要磕头 公公和老公怒了 毕竟是两个大男人 老公说贱人 我是你男人 就是你的天 你居然让我们给你磕头 但我婆婆快饿死了 她一下就跪了下来 她说到这个时候了 还管什么老的少的男的女的 有吃的都不错了 我好整以侠的说 既然他们两个不愿意跪 那就算了 你们就等着小区的救助吧 公公和我老公同时咒骂贱人 但下一秒 他们只能不情不愿地跪下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不存在的 我笑着说表现得不错 可惜啊 我还是不能给你们送吃的 老公怒了 站起来说臭婆娘 你骗我们 你刚刚说了 只要我们下跪 你就考虑给我们送吃的 我说是啊 我刚刚说的是答应考虑一下 现在呢 经过我考虑之后 我的答案是不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曾经我也是这样 哭着跪着求你们啊 他们现在的遭遇 都是我曾经遭遇过的 上辈子 我快冻死之前 最后一次给老公打电话 求他救救我 可他看到我快要冻死的样子 非常嫌弃我 我跪在地上说 求求你了 给我一口吃的吧 我不耽误你跟小雅的好事 我们可以离婚 老公非常生气地说 臭婆娘 你以为我不懂法律 如果离婚 你会分走我一半财产 你想得美 去死吧 然后 他无情地挂断了电话 我一个人 活活被冻死 所以现在 我为什么要做圣母原谅他们 在往后的几天 监控里的轮理大戏 已经变成了惊悚大戏 各家断粮之后 小区群安静了 已经没有人在哀嚎了 死寂一片 活着的人不敢发声 一旦发声 就可能再也不能发声 几天前 楼有一个很善良的女孩 她听到有人在楼道里哭 说自己快饿死了 女孩很天真的打开了门 想要分享一包泡面 但下一秒 她就被蜂拥而入的邻居 挖分了家里所有的食物财产 连她自己的身体 也被充分利用了 从此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出门 可不出门 更加会饿死 公公婆婆和老公 三个人商量着 必须有一个人要出门了 万一运气好 能遇到救助站呢 这个时候 尊老爱又成了空话 两个大男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我婆婆身上 我早就说过 我是家里的食物链底层 如果我离开了 那么婆婆就会变成底层 果然 在监控里 老公红着眼 饿得发疯 她对婆婆说妈 你也不想我们饿死吧 你出去找救助站吧 你找到之后 我们就能活下去了 如果你不去 我们都会饿死的 婆婆吓哭了 说怎么可能有救助站 肯定是那个死儿媳 在骗我们的 你可不能相信呀 这么冷的天 我要是出去的话 一定会冻死的 我觉得好心酸 原来他们也知道 这个时候是不能出去的 但是上辈子 气温零下的时候 他们还是把我丢出家门 让我活活冻死 公公不耐烦的 把婆婆推出了家门 公公说死老太婆 女人嫁到我们家 就是伺候男人的命 你现在不去找吃的 还指望我们出去 婆婆被推出去的时候 摔倒了 她的膝盖 磕在冰冷的墙上 左腿当时就瘸了 她没有办法 但下一秒 她刚走到小区花园 就摔倒了 摔倒后的婆婆 再也爬不起来了 几分钟后 她就变成了一个冰雕像 就这么直挺挺的 躺在小区里 站在楼往下看 公公和老公 都看到了婆婆的尸体 但凡他们这个时候 冲下楼抢救一下 说不定婆婆还能活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行动 漠视了 最不能考验的 就是人性 第二天 人们在往外看时 冻成冰棍的婆婆 尸体也被人拖走了 具体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走后 公公晚上就做噩梦 她似乎梦见婆婆 被切成一块一块的 脸上都是争鸣的吧 公公因为一直做噩梦 睡眠不好 再加上天寒地冻 很快 她的心脏病发作了 儿子 快 帮我拿药 救命 公公在客厅里喊 我在视频里 看得心惊肉跳 因为我看到 老公就站在公公旁边 她手里明明拿着塑校就心丸 却没有喂给公公公 老公也饿得神志失常了 她冷冷地说吧 我快饿死了 没有立即订地药了 你老了 干脆你也去死吧 毕竟你儿子我 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吃饭了 公公明白了她的意思 震惊了 她老泪纵横地说 儿子呀 我可是你亲爹呀 你可不能这么对我呀 老公发狠到你养儿子 不就是为了把你的命续给我吗 现在就到了你奉献的时候 你就安心地去找我妈吧 儿子 不要啊 救命啊 公公没有要 挣扎了半天 不再说话了 老公帮她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 门铃突然响起 美女邻居小雅 又来蹭饭了 她又冷又饿 穿的也不多 她解开上衣口子 露出一大片 尽管她已经被折腾的销瘦 身材不再丰满 她对老公说 好哥哥 你再帮帮我好不好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可她说到一半 就尖叫起来 因为她看到地上 是我公公的尸体 啊 救命 小雅想要逃跑 已经来不及了 老公已经饿得发昏 下意识抓住了她 在她眼里 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女人 而是一块行走的肥肉 老公把门堵死 拿起厨房的水果刀 刺激了她的心脏 在生死面前 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再也看不下去 吓得闭上了眼睛 往后两个月 我没有再看顶楼的监控 在我的末世小屋里 我安稳地度过了每一天 直到第三个月 声音机里传来消息 小行星已经飞走 阳光重新普照大地 冰雪融化 终于 小区的群聊恢复正常 有人在群里问 哪家还有人活着 一群里静悄悄的 但慢慢的 有人回应了 这些房间里 都有活着的人 他们分享着 自己的生存之道 出现最多的词汇是 爱与分享 但没有人敢说的词汇是 狠心和自保 终于 有人报告说 也有人活着 我心里一惊 不就是我的家吗 难道我老公还活着 难道他真的靠那两具尸体 活到现在 接着 群里有人求救快来人啊 有没有医生 但男主人还活着 但他已经疯了 他家里还有两具 快腐烂的尸体 背景音里 有尖叫声 似乎还发生了搏斗 突然 哼的一声 一个身影从楼上坠落 重重憋在小区里 是我老公 原来 他杀人后 早就疯了 他和物业的人私打 不慎坠楼身亡 几天之后 冰雪融化 世界陆续恢复正常 我也悄悄走出了安全屋 物业正当防卫 导致我老公坠楼 他们表示歉意 给了我万抚须金 我数了数自己的财产 捐款外加打造安全屋 扣掉万后 我存款还有万 再加上万的金条 万的抚须金 还有市值万的房子 末世前的万 居然又回到我手里 之后 社区组织了各种活动 鼓励幸存的业主 自立自强 我假装悲伤 给老公公公婆婆的名牌上 各线了三朵菊花 但转手 我就把菊花扔在地上 用高跟鞋踩的稀巴烂 只有告别过去 告别他们 我才能迎接新生活啊